好 反反服务集会游行已经进行了三个半小时 那么现场可以看到双方还是不断僵持在中校东路 以及镇江街口 那么现场气氛可以说是持续的非常的高张 那么而且两派可以说是壁垒分明 而且不断的互相的呛瞎 一边说黑道滚回去 一边要学生赶快回家 那么甚至稍早整个集会游行的发起人 也就是张安乐还跟警方对抢 那么最后警方才派出代表 也就是台北市警局大队长黄云钊来跟白狼对话 我们来看一下稍稍的情况 用这种忘错的手段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 全世界没有一个民主国家 没有一个民主国家 会容忍任何人占据国会 长达十天之久 对不对 我们今天会站出来站在这里 有些媒体 而且零星的冲突 以及推挤一波又一波 那么甚至当时有一位在立法院里头的学生 混入队伍人群当中也被揪出来 而且最后还是被警方保护才放回立法院 你们直接给我们鼓励 这个时候态度对司法驱逼他们的 这很明显了 他们两个有没有犯罪 有 犯罪来自 公民有没有在补决 有 但是我们为了 要的犯罪 好除了这个学生之外 甚至呢 在僵持了两个小时之后呢 终于双方呢 在立法院里头 以及现场集会邮情 总算派出了各派出了三个代表 那分别是劳工部以及学生代表呢 要进到里头 想要协商 不过呢 这个三个代表 就是在劳工团体 这个这边的三个代表进到里头之后呢 却发现里头只是随便派个三个学生就出来 要做回应 那让这个学生代表呢 相当觉得不满 而且没有诚意 那么出来之后呢 还站上了这个宣传车 来痛斥对方 这个陈维廷 以及林飞凡 他们呢 根本就没有 协商的这个诚意 我们来看一下 当时这个学生代表怎么说 大家好 刚才 对方派出了所谓的三名代表 我们的劳工团体 才说得出第一句话 结果 他们就说 好 他们尊重多人声音 然后 转身就走 这就是所谓的尊重多人声音吗 不是 他们一方面说尊重多人声音 现在却要我们滚回去 现在却要我们滚回去 告诉你们 当你们要我们滚回去的时候 就是你们最没有民主公分的时候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好 再来 刚才那三位代表 他们能够代表林飞凡跟陈维廷吗 不能 刚才那三位代表 能够代表所有在立法院的学生吗 不能 正如同 这群霸占国会的学生 也没有办法代表 全国的老百姓 大家说对不对 所以我们的要求很简单 就是这群 没有任何名义代表性 非法占据国会的学生们 还我国会 还我国会 反国民主 反国民主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践踏民主 民主法制的人 好 现在你可以看到 这个学生代表相当的气愤 他是支持服貌的 但是要进去跟反服貌的学生对谈 但是双方沟通无效 而且非常的生气 他说为什么学生可以自由进出立法院 那么为什么林飞凡 以及陈维廷有特权 那么让他相当的不高兴 那么我们也观察到有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学生 他是一个国中生 他原本是反对服貌的 是在立法院里头的 但是呢 他现在转而支持服貌 还加入了这个游行队伍站上的宣传车 那么究竟为什么会从反服貌到支持服貌呢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国中生的说法 我们来了一位小同学 他本来是反服貌阵营的刚从立法院出来 他知道要告诉我们真相是什么 好 这位同学 我原本在立法院里面 我只是喝太多水出来上个厕所 然后我进去的时候我就被赶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后来就落到这边 好 张安乐说呢 这个五点钟啊 就这个结束 也不要留任何的垃圾 就像我们330看到的 大家结束之后呢 道路上面都很干净这样的情形 不过在刚才上五台车